好 那接下來的部分 我們在上一個單元已經講到就是 在 Mirror這邊的話 我們等 兩邊大家一個 STAR Survey一個是STAR Client之後 然後確定有兩個人都加入之後 我們就開始進到遊戲這邊 好那 遊戲這邊來講 這邊的幾個狀態 on enter update這個我們都 用不到所以我們先把它delete掉 那在這個狀態這邊的話 我們主要來處理就是球的一個碰撞 因為 球的碰撞是在SERVAL端這邊在做 所以我們這邊先加一個 on collection enter 那因為我們這是在2D的部分 所以我們找到一個叫oncollection enter 2D 好來 那 這邊的話 呃 當他碰撞到的時候 啊 也就是說當我們的球 去 彈到 看一下 這樣 人車 都 deter 帶他 我 都 我們來看一下碰game這邊 我們接下來處理就是這個球他在撞擊的時候 那一般如果在我們如果不去特別做調整的話他會按照正常的 碰撞也是入射角會等於出射角 但是在這個碰game的遊戲裡面來講我們是希望就是說 當玩家可以去控制的部分就是他可以去決定就是他要讓球 他去撞到我的這Player的上半處或下半處因為 上半處跟下半處如果說你撞上半邊或下半邊都沒有 變化的話那 對玩家來講就沒有什麼選擇性 那如果說撞到上半邊跟撞到下半邊會不一樣的話那這邊就會 影響到他的一個策略的一個選擇 那這邊我們要處理的是 看一下 所以像這是在控制的部分 我們來處理這一塊 當球如果他撞到 這一個 玩家的這一個racket的上半圓他可能就是往上面這邊去彈 那如果彈到中間這邊當然就是直接回去 那在下半邊的時候就是往下 那這跟一般的一個碰撞 不太一樣 那所以我們 這邊就要來實做這一塊的部分 那這邊實際上改變的部分就是他撞擊到的時候再彈回去 那牽涉到就是你要設定給他的一個 速度我們要改變他的一個速度的方向跟數值 那在server 端這邊來講的話 因為你如果實際生成的時候你會有兩個player 那我們不曉得到底誰是誰 所以我們這邊會改用 relative velocity 這邊來做 好 那我們先來 那 在撞擊的時候如果你在看的時候我們在 這個環境裡面來講其實 就是你要讓你的 這個碰撞的這個球你要知道他是撞到誰 那最快的方式其實我們就是用所謂的tag的方式 那這邊tag的部分我們來看一下 在MyReiki這邊一打開 我們先把 玩家這個tag我們改成 Player 這邊我們把它改成Player 然後另外 我們在後半段這邊我們會做到就是 左右兩邊的這個牆 因為 Ponegame來講基本上就是說 你如果彈到後面的牆 那當然就是輸 有點像足球守門員的一個概念 所以在 Table這邊我們在 左右邊這邊 左邊右邊這邊的話 我們這邊可能就是要讓他來做區隔 好 那 要區隔的話如果以最快方式因為我們在剛剛 Racking那邊我們是抓他的tag 所以這邊我們也用tag來做 那在tag這邊來講我們可以用 Add Tag 新增 沒有Wall 再加一個 好我們新增了兩個tag 新增兩個tag之後我們在 左邊這個牆這邊我們把它改成 Wall 那在右邊這邊的話我們改成Wall R 好 好 那我們回到我們的 球這個地方 那 所以這邊來講一開始一進來的時候我們 會 我們必須要先知道就是說 如果他今天 碰他到底是撞到誰 那 這邊的話 用一個Switch Switch onStream 好 我們有一個Switch onStream 那Switch onStream的話你可以看到這裡 你點一下Switch這邊你這邊可以去加 好 那這邊我們加這個 這個 啊 這邊我們輸入他的tag 好我們剛剛還有一個 Hello 好 所以我們這邊把這 連起來 好 那一進來的時候我們要去抓這個tag 那個時候 那 我們來找一下 tag是放在 給他一下tag 基本上他是在gameobject tag get 這個 好 好 那這個的話會是在collider這邊 所以我們把collider連過來 所以就是 當 當你的球有去碰撞到某一個 物件的時候 那他第一個動作先去抓 被他碰到的這個他的標籤是什麼東西 所以抓到的時候我們先進來先去比對 好 那如果都不是這三個那 基本上就是按照原本的 彈跳方式 不去做處理 好那如果碰到player碰到 我 的左邊或右邊那當然有 個別要處理的方式 這樣子 好 那 這邊 我們把 player的順序把它調下來 好 好來那 如果今天他是碰到 player的話 我們剛剛講我們要先去 處理這碰撞的部分 好 好 好 看一下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會需要一個 Vector2 因為我們要重新就是撞到的時候我們要重新設定他的 速度嘛 好所以我們這邊會 需要這樣做 所以如果撞到player的時候 好這邊要重新做 那所以我要決定就是 x跟y 那x的話就會跟relative velocity 是有關係 那如果y的話就是 要去看他到底是 上半部或下半部 好 這個 的話最終我們應該是要去 這個做完之後我們先幫他做一個 Normalize 我們先把他做一個正規化 好 做完正規化之後 然後我們要去怎麼樣 我們就直接 再乘以 然後我們再設定他的 速度 好 所以基本上 當 我的球有碰到某一個 物件的時候我先去判讀先抓他的 標籤出來 TAG去比對 好那如果是player 那我就要去 重新給他一個 速度的部分 好 那這邊我們來 處理一下 那如果是 x的話 好 如果是 我們從這邊 我們從 relative velocity 我們現在處理x 那x來講的話 我們是 要抓他的x 好 那x的變化 我們來比對一下 這邊我們要判斷 大小 判斷大小的時候我們再加一個select 好 如果他是大於零的話 我們給1 相對速度大於零 那如果相對速度是小於零的話我們就給 負一 好 那這個數字 就會拉到 x這邊來 好 這是等於在 碰撞的時候 好 他彈大的時候如果相對速度是正 他如果是大於零 那我們就給1 所以從這邊來做判斷 好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來處理y的部分 那y的部分的話 其實 在我們之前有講過 y的部分其實是主要是在這個地方 類似 就是這一段 那今天我們需要一個回傳子 他的input裡面有 這三個東西 也就是球的位置 還有player本身的位置 還有你這一個 racket high 好 然後最後我們要去回傳這個數字 那這個部分我們用 一個superunit來做 好 所以這裡 加一個 nesting superunit 好 到這個 這個superunit我們給他一個名字 就是 這個 那在這裡的話我們必須要有一個input 跟output 那這邊來講我們是從 value input跟value output這邊來處理 所以這裡我們先一個是 myboard position 那我們先用vector3 因為他 我們再加一個 不是決定 我們先用來購入 那可以上去的嗎嗎? 我們的表面是 好,所以这边就会有三个数字 那我们计算完的部分,我们要透过output这边去输出 所以我们这边加一个 是一个float,所以这边就看到一个输出 好,那我们回到这边来 所以你看到这边,这就是我们做好的一个superunit 那superunit这边的话来讲的话 好,第一个,因为球的position,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来myball transform 因为是,因为这是我们自己嘛,所以我直接从这边拉就好 position get 这边就会有一个position部分 好,这个我们把duplicate 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我们是要找,就是player9,就是看你撞到是谁 好,所以这边我们把他拉过来,从collider这边 好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racketheight的部分的话 那racketheight的话,他是要透过碰撞框来做 所以我们这边,先加一个 clyde2d,就是在2d里面 clyde2d里面有一个bounce 好 所以我们这边从clyde这边拉过来 好 那这个bounce的话,我们要去抓他的size 好,我们要去抓他一个size 就是他的大小 那他的大小的部分的话 因为他大小来讲的话,他会有xy 那我们要的是他的size 那我们要的是他的size 好 所以我们这边再抓一个 直接get y 然后把y的数值取出来 好 好 那这边就我们讲的就是,这边就有input的部分 好 好 那output的部分就是这边输出完,直接到这个地方 好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hickfatter这边要怎么做 好 那hickfatter这边来讲的话 呃 其实很单纯就是抓 都是y 然后两个位置相减 再去除 好 所以这里的话,我们应该是这边 所以 我们看一下公式,应该是 求 减掉player 好 所以求 我们这边一样是get y y 然后 这个也是get y 然后 两个先相减 对吧 相减 相减 相减完之后呢 我们再怎么样 再除 对 相减完之后 再除 除 divider 好,那我们要除谁呢 好 好 所以这样 这样看就是输入的时候 然后 球跟player的 位置 我们把它的y值取出来 先做相减 相减 相减完之后 再去除以高 好 就跟这个公司是一样的 好 完了之后就把它输出 好 好 那 所以这样输出之后 这边就可以去设定他的一个 弹跳的一个 位置 好 好 那 所以这边基本上就 大致上完成了 就是在球 碰到player的时候 他去改变他的一个 弹跳的一个 方向 好 好 那我们这个单元先到这边 下一个单元我们来讲就是 胜负的一个判断